最新的就是 這次我會拍下我走營用時的裝備 從上面看下去 右上角就是手用的背包 現在右手 左邊就是一個營 這是一個二人形 黑色是睡袋 這個睡袋不是特別強的睡袋 因為我窮 我會採取多穿衣服的策略去補亂 藍色是催起剪 我自己喜歡用催起剪 因為收創比較細小 隔壁是枕頭 白色是透明的水袋 這個水袋是12元的貨物 主要是貪便宜 和折賣時都很細小 第二行 第一個是濾濾 我用普通濾濾 因為想長期煲水煲茶 讓朋友一起喝 所以沒有用酒精露 隔壁是比較便宜的 是一個Slow Peek的酒瓶 今天裝了一些酒 晚上喝的 這個酒瓶也蠻大的 有5-6 ml 不過裝一點就OK 隔壁是泰杯 這個是露營必備的 隔壁是壓式的 是隔壁的瓶 一支隔壁瓶 灰色的就普通水煲 這是普通水煲 其實很常見的普通水煲 我只帶了水煲 煲水後 就把脫水食物和食物放在隔壁里 另外隔壁是火機 爐是選用Sunto的盒子爐 我自己喜歡盒子爐 因為收納的尺寸比較小 旁邊的綠色是頭燈 露營行野山必備 旁邊的黑色是行山障 基本裝備 這是夜晚穿的漁寒衣物 正常都會更多 毛巾、防曬、尿袋和充電線 旁邊的綠色是一個不迷你的蚊子 其實不太有用 因為暫時沒有蚊�蚊 旁邊的綠色是雨傘 大刷 水 全都喝光了 昨晚煮起了水茶 再補充 毛比滴 都是用來蚊針 這是壓力物 夜晚也很有用 穿著 蚊蚊蚊蚊蚊蚊蚊 太陽眼鏡 紙巾 最低這行就是食物 也很便宜 這是水飯 麵 樹蓉 乾糧 蝦條 酒吧 水飯 蛋糕 餅蚊蚊蚊蚊蚊 大概以上 那麽多啦 关于装备上 如果大家有什麽想知道 或者有什麽意见 欢迎大家 在影片下留言 一起交流一下 一连四集 关于慧敬酒营的影片 就在这里完结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